昨晚播出的東張西網 找了一位OL李小姐做訪問 願意探討一下疫情期間 如果不買外賣還可以怎樣做 因為始終出去餐廳吃 怕太多人危險 所以我們都會去買外賣 但發覺現在越來越多人去等外賣 反而我接觸的人更多 所以慢慢越來越少 但如果是吃飯時間 怕碰撞太多人 我就會選去便利店 選自己想要的食物 節目播出之後 大家注意的已經不再是外賣的話題 而是受訪的李小姐 因為不少網民就認得出 她就是牛雜妹李易喬 是KOL也是演員的她 接受我們記者訪問的時候 就說自己曾經做過文職 嚴格上都是一位OL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令到她事業大受影響 還差不多兩個月零收入